温哥华最大拍卖会 规模最大 总类最多 拍品高档 高雅拍卖行 以乔迁至7900B Oder Bridgeway后洞 近三号路西南角 高雅拍卖行 值得您来鉴赏 604-720-8863 多伦多警方宣布 汽车攻击产案中 共有24名受害者 年龄在20到80岁之间 大部分受害者是女性 不过没有证据显示 疑犯作案时 是专门针对女性的 警方说 惨案的嫌疑犯 是家住多伦多北部 列治文山市的 阿莱克·米纳西 现年25岁 他曾短暂加入加拿大军队 目前验尸办公室 正加紧对 10名死者的验尸工作 他强调为了确保准确性 要完全确认和公布死者的身份 需要几天的时间 不过有媒体披露了一名华裔受害者的身份 他叫康哲民 而韩国大使馆表示 死亡者中有两名是韩国顾名 另外多伦多市长以及警察总长称赞在事发后 机智勇敢的制服凶手的华裔警官为英雄 这名林姓警官父亲曾在香港担任过警官 为了调念那些在这个产案中死亡者 那么多伦多当地的居民自发地住起了这个悼念场 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族裔的人士 纷纷来到这里 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悼 凤凰卫记者腾中勤在多伦多报道